GO捷運直達 現在就出發 我們是 GO捷運直達 大家好我是曉晴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劉佳 大家好我是一張 耶 今天我們來到了 新北環鄉縣的 大平壘山 這熟悉在開場白耶 沒錯 而且我們真的是超久沒有路了 我們上路是十個月之前耶 天啊 超級久 大家都變超多 沒錯啊 那我們現在來到環鄉縣 你們知道環鄉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嗎 嗯 大概看起來很新 對 跟你們說它在2020年的1月31號 開始同車的 它連結了 讓大家可以不用換車非常方便 而且還可以疏散交通量 好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大家解鎖 新北環鄉縣的景點跟美食 美食 哇 好那十個 十個月呢 其實我們節目好像有點不一樣 哇 對沒錯 今天呢我們會以一個任務的方式 來進行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我們來 請你們的任務卡 哇 雖然有任務卡 好來 環仲縣重闖關 限時三小時 每人各自抽取任務包 至指定地點拍攝照片 最快完成任務 並到幸福站集合者獲勝 最後兩名需接受懲罰 哇 懲罰 捷運居然會有懲罰這件事嗎 以為大家都會很開心 很開心 好 那我們來抽一下我們的任務吧 啊 好 就這樣 就這樣嗎 好 OK 好 那我們馬上出發 GO 我來到了捷運中原站 我好像第一次一個人這樣錄 現在有一點緊張 現在要走一走 欸 我好像有看到類似的 很像橋的東西 那邊 欸 欸 沒想到這麼快就到了 板拿二號橋 太好笑了吧 沒想到我要去的地方 這麼近 好 那我們現在走一走 這邊有什麼好看的地方 就是這個河 是不是下流道 不是下流道 下水道 欸 有地圖耶 我們剛剛從這邊 走到這裡 所以 我們先走後看這邊好了 說不定有那個圖片的東西 在一下跟圖片一模一樣的地方 欸 還是是這裡 好像在這邊 喔 這裡 這裡 那你要來拍照 好 到了 到了 我要拍 我要來介紹這邊的橋 這邊是立德街 然後剛剛捷運站那邊是板南街 原本呢 從這裡到那邊 走路過去好像要到二十分鐘才會到 可是 就是因為有這個橋 就蓋了這個橋之後呢 聽說五分鐘就可以到這裡 超棒的 然後不要問一下我們到那 喔 好像可以喔 要打電話問也可以 你看我做多熟悉 就是完全不用靠Google Map 我就可以安城抵達那個地點 所以你已經來過了 對 我已經來過三次了 我等一下會推薦大家有什麼 一定要點的 就是他們家的招牌菜 非常好吃 是這裡吧 我應該有 對對對 沒有記錯 還行 那你算 你是不是算千玉蠻好的 對 非常近 而且又是我熟悉的地方 這也太多U-Bike吧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就是 有一台機車 然後跟三台腳踏車 什麼意思 好啦 我們已經抵達了 私藏不藏私 這裡超漂亮 非常悠閒的一個咖啡廳 好愛喔 因為它這裡就是 布置可以吃 然後你還可以在裡面有一種 逛街的感覺 逛街感 這種在逛 雜貨店 然後還有一些文創市集 那種感覺 它也會有賣一些 文創小貼紙之類的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就可以來這裡逛逛 吃飯加逛逛好嗎 它是有低消的 路卡帶給我 好好的 一家 怎麼了來競爭對手 沒有我現在 問你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悠閒的享受我們的下午茶 真假的 所以已經到第一個點嗎 沒錯 沒錯 你們還在前面上嗎 對 我要去第二個點 你要出去嗎 你也太快了吧 你們吃個東西了 對啊 你們要不要稍微聽一下 我們餐點剛到耶 我們在吃乾咖哩 乾咖哩這麼好 我現在肚子好了 對啊 那你們趕快去吃個東西啊 就吃個 什麼牛排之類的啊 都不錯 那我要 我要先吃我東西了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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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誇張 我第二個點了 什麼意思 但是沒有關係 美食當前需要享受 好可愛喔 你可以淋這個 胡麻醬 這是我每次來這裡 我大概來這裡三次 然後每次都點這個 因為真的很好吃 跟你們說這個乾咖哩 真的很讚 它就是甜的 甜的咖哩耶 日式甜咖哩 就是不會辣 非常適合我 不會辣的咖哩 然後就是 它称叫乾咖哩 但是它是 什麼意思 就是 一口咖哩加一口蛋 加一口飯 真的是絕配 大家來這裡一定要點這個 因為它就是 還有很多配菜 大家可以慢慢享用 那我就是來慢慢享用大家 我們現在在尋找我們的 小龍湯小籠包 對 看這個陽光非常的大 現在才三月 但是已經感受到 這個天氣非常的熱啊 果然是小太陽的加持 說到小龍湯 欸小籠包 這樣的話 雖然沒有到 沒有算小籠包 但我們之前在 東湖站 就是我們去賞櫻花的那一集 我們也有吃過那個 王牌大餃子 對 然後 記得那個時候就是 有被它的那個 裡面的汁 還有那個皮 還有那個料 有驚豔到 不知道今天 同樣是湯包 它會不會超越 那個東湖站的美食呢 好 那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一站 金牌小龍湯包 耶 聽說這裡是板心站 非常好吃的小籠包店 然後 我們就馬上來試試看吧 然後我有看到它那邊有賣 除了湯包之外 還有蝦餃 豬餃 還有豆漿跟紅茶 對 所以 他們說 就是其實都蠻懷念 就是港點裡面 有時候會去 點那個 蝦餃 然後所以我想要買 湯包跟蝦餃 所以 去買買看 三姐 三姐 你好 想要一份 湯包 然後一份蝦餃 湯包跟蝦餃 對 謝謝 不用請妳吃就好了 蛤 沒有啦 沒關係 天啊 天啊 謝謝老闆啊 天啊 怎麼會叫我的聲 我人生第一次 遇到 就是親切的老闆 耶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旁邊的小椅子 坐著 想要來吃我們的湯包 那我因為買了兩盒 就是因為我想要吃家角 也想要吃小籠包 所以我就買了兩盒 但是至少要吃完一盒才可以走 唉 我覺得我吃這個會 你懂嗎 就是 除了它的味道之外 會吃到老闆的人情味 好囉 那我要吃了 這個是小籠包 好 超好吃耶 因為它有加那個蔥跟薑 然後就比較有蔥跟薑的味道 那其實它裡面很多汁耶 就是一咬的時候 我剛剛不小心翻 然後其實有點戳破 但我吃一個完整的就是 它裡面就是包著很多的汁 然後不愧是就是用多汁 然後皮又很薄 然後肉也非常的鮮嫩 而且最重點的是 它的價格不貴 它55塊錢 就是相比其他 就是平常買的 好像是算便宜一點 那你看這個 好好吃 清空 耶 我吃完了 好 那我們趕快去下一站吧 就是不用急嘛 我們人生為什麼要一直去追求第一名 我們就是要 好好的把握當下 自己當下 嗯 對吧 找到U-bike 耶 坐U-bike 出發 希望我們不會迷路 今天天氣好了 喔 到了板橋福德公園 這邊可以停U-bike 好我們到了 我們停在板橋福德公園這邊 在體育場前面有U-bike可以停的地方很方便 這個我知道 舉重嗎 這是什麼 跳水 喔 這是打籃球嗎 然後跑步 呃 不要不要不要 到了 門口 等一下進去就是體育場囉 過去過去 我們現在來到 散場日動場 哇 欸有沒有看到 觀眾那邊 都是彩虹的 超漂亮 然後這邊 欸對真的是400公尺 而且是P-U-草道 P-U-跑道 對不起 P-U-跑道 所以跑步的時候 對 比較好跑 登登 耶 完成任務了 在這邊拍照 打卡 耶 那我現在 現在應該還有時間嘛 對 都來這裡了 我應該要跑步才對 對不對 我想跑 我想跑800公尺 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最擅長的項目 試試看有沒有退步 雖然我現在26歲 但是我應該可以 跑了跟高中那時候一樣快 好累 我的紀錄大概3分36秒 好累喔 沒有比高中那時候一樣快 所以表示 我的體力退步了 好累喔 耶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新北產業 耶 園區站 然後我們趕快走吧 我已經查到了 因為你知道嗎 剛剛我 剛剛那個訊息啊 路卡沙他已經完成兩個點了耶 我們現在才去第二個點 天啊有危機有危機 趕快走趕快走 好的那我們就先朝著我們的目的地前行啊 今天 真的是 欸啊 是不是我錯路了 啊 啊啊 是另外一邊 是另外一邊 所以我們要 這樣子 嗯 好笨喔 我們自己浪費自己的時間耶 怎麼會這樣子 你看 這邊 很酷耶 是滑板嗎 啊 好像已經看到了 好像找到了喔 到了 到了 好的那其實這裡呢 是 足跡裡的一個彩繪牆 然後這邊 其實原本是工廠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那邊 其實這邊 這一帶呢 都是一些工廠 但是因為都市的規劃呢 所以 就把它們改裝 把那些比較老舊的牆壁 然後 油畫成為更加漂亮的一面牆 然後 就可以讓 經過的大家 過來這邊走走 拍拍照之類的 我們要來拍照了嗎 我們要來打卡完成這個 景點的部分 好了 那我們就 say goodbye囉 拜拜 這哪裡 這是哪裡 我在哪裡 看一下 這是哪 那裡有 我看到了 就有點夢迴那個 搬跑吧 汽油的MV場景 特別是一群人很清澈的這樣子騎著單車 這個坡度有點 太多語輕斜 原來去恐龍園區是要如此客難的 相信 我們可以 可以到達的 衝啊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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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籃球場 旁邊的壁畫都是恐龍的壁畫了 看到嗎 後面的壁畫 好 感謝 捷運指達 這個捷運 讓我可以 到處在台北的各個地方 到處很爽 不過他連垃圾桶也都是恐龍圖案的 耶 我們到了 你看他連 他連垃圾桶都是恐龍 嗯 好可愛 你看這些 都有恐龍耶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在這裡 那個拍照打卡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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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有人要追殺我們 衝啊 大家還停在這裡做什麼呢 哇 耶 我們到了頭籤莊站 其實剛剛的 我們剛剛在板橋站 板橋到這邊 沒有很遠 很快就到了 然後現在去 感覺看起來很好吃的甜點店 那我現在採一下地圖 查到了 走路差不多五分鐘 那 應該蠻輕鬆的 等一下 應該是走那邊 Go 欸 看到那個看板了 上面寫 敲我 Knock knock 到了到了 這邊 耶 我們來到了 銅錢莊站的 敲我花貝吧 那我現在就聞到了那個 咖啡味嗎 還是甜點的味道 我剛剛點飲料 然後他們還送我們 小小的餅乾 好像是起司口味的 完成熱物 好我要來介紹大家 我剛剛點了什麼 我點了這個蛋糕 給你一順 我確認一下 應該是給你 好我剛剛點的是 給你雙倍的愛 這是一個愛心形狀的蛋糕 いただきます broken heart 然後いただきます 外面的這個紅紅的地方 我不確定是不是草莓 但是有一點酸酸的 這個口感真的很好吃 然後也可以跟下面的這個 餅乾一起吃 好吃 推薦 推薦給大家 好 我剛剛以為這個紅色的是草莓 然後我吃的時候猜 只是賣月梅 結果我剛剛看的那個蛋糕 下面有寫櫻桃 所以這是櫻桃蛋糕 櫻桃 櫻桃很好吃 左看看右看看 喔 難道我們是第一名嗎 我們已經來到了 師傅站 耶